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12月28號的港督新聞 我是蘇玉文 新聞首先帶您快速掌握今天的新聞焦點 港督南紫區清風安居社宅舉行動圖典禮 截至目前港督市總計有13處的社會住宅動工 預計今年底將會超過7000戶 中部公告指定愛河水案及聯池潭周邊為觀光地區 由於周邊很多是公園用地 之前不能夠興建永久住宅 指定為觀光地區之後將可以綜綁法規 更可以開放設立民宿 曾經人幾人的新絕江商圈 現在即便是假日人潮也是零零散散 當地的里長陳敏夫表示 因為人流少了塗鴉客就變多了 新絕江商圈現在竟然成為塗鴉天堂 南紫區清風安居社宅舉行動土典禮 高雄市長陳其邁協同內政部次長吳唐安 以及市府團隊共同職產 陳其邁表示截至目前高雄市 共計有13處的社會住宅動工 包含高雄市政府致建的三處 雅灣區社宅、鋼山大鵬九村 及大寮社會住宅 預計今年底將超過7000戶 目前為止我們高雄市總共已經有大概13處的社會住宅動工 高雄市的有三處 我們市政府的在這兩年內都已經全部都動工 那剛剛內政部有報告 高雄市4600戶 應該是 我印象應該是比現在一家、兩家 但是 我們希望 我們高雄高雄的 九二地 12月31日 今天27日 應該會超過7000戶 跟我們社會社會社會部份 那未來也再加上這個 因為配合大令府的千村 我們大概也有提出一些社會住宅的一些需求 所以總共大概會達到15000戶的社會住宅 陳其邁說明 市府透過囤房稅增加租金補貼 減輕年輕人負擔 目前也在研尼 調降社會住宅負擔比例 降低社會住宅租金 希望減輕民眾負擔 除了加速興建社會住宅 希望社會共好 提供民眾良好的生活環境 我們現在市政府大概在處理社會住宅的部分 我們除了議會通過的囤房稅 來增加租金補貼 減輕年輕人的負擔之外 我們也在研尼 什麼降低社會住宅負擔的比例 因為我們現在社會住宅的租金 大概跟其他臨近周遭 大概是八成左右 一般戶 那我們希望說能夠再把它往下降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議會有支持我們囤房稅 所以我們會把囤房稅的錢拿來降低租金補貼 然後也降低我們社會住宅的租金 讓民眾的負擔可以減少 第二個呢 我們這個地方 這個人很多 其實這是現在的房子 因為台積電來到這裡 大家都知道 所以這裡住宅的需求 非常的快速 所以這裡社會住宅興建之後 也會提供周遭的這些 包括喬科 包括籃子產業園區 原來的我們的籃籃子科技園區 這三大園區的大量的就業人口 清風安居社宅位於清風五路及土庫路 基地座落在橋頭科學園區 大社工業區及男子產業園區之間 住宅周邊交通便捷 距離捷運青浦站800公尺 規劃一床地下兩層 地上8棟 將提供1594戶 預計115年完工 記者李政道高雄報導 交通部公告指定愛河水岸 即蓮池潭周邊為觀光地區 市府觀光局表示 愛河沿岸與蓮池潭 有很多的公園用地 不能興建永久建築 指定為觀光地區後 將可松綁法規引進民間投資 更可以開放設立民宿 愛河和蓮池潭是高雄市 具代表性的觀光景點 市府各局處也都在這兩個地方 舉辦許多文化觀光導覽 和宗教慶典活動 旅遊資源相當豐富 吸引許多觀光人潮 因此市府觀光局 在兩年前就向交通部提案 希望將兩個區域 升格為觀光地區 這個申請的期間 有歷經很多審查 有各方的一些意見 因為需要針對這些意見 來逐一的修正客服 所以也花了一段時間 全高雄第一件 指定觀光地區通過的案件 在市府和明代等人努力之下 交通部終於公告指定愛河水岸 即蓮池潭周邊為觀光地區 將區域內原本的公園用地 放寬土地使用限制 可以興建永久建築 將有力招商引資 也可以開放設立民宿 促進觀光發展 我們愛河跟蓮池潭的這兩個景區的部分 它的土地原本都是公園用地 那對於它在那個觀光的開發上面 會遇到一些限制 那它設定為 被化為指定觀光地區以後 那後續就有利於 那個相關法規的鬆綁 那有利於我們土地管制使用的放寬 那當然也有助於說 我們後續周邊 就是可以讓民眾來申請一些民宿的可能性 就會大幅的提升 那長期來講 有利於說引進民間的資金 來進入這兩個景區來投資 市府觀光局表示 高雄市在幾年前 已經開放哈馬新和祖淫舊城等地 都可以設置民宿 申請主要的目的是為了法規鬆綁 放寬土地使用 同時擴大設立民宿的範圍 這一次愛河和蓮池潭也升格為觀光地區 將更有利向中央爭取預算 觀光局這邊當然會覺得很振奮 因為有利於說我們後續對於景區的一些規劃開發 那都會有一個正面的方向來發展 那我們後續也會在朝向說 跟周邊的業者來合作 來讓這個指定觀光地區的周邊 可以更加的繁榮 觀光景點受到土地使用的限制 無法大規模開發觀光資源 如今愛河和蓮世潭升格為觀光地區後 可以引進民間資源 開發建設更多觀光設施繁榮地方 記者潘志光 蘇宇文 賴昌邦 高雄報導 高雄近年積極推動產業轉型 但至今卻還是時常出現無預警的停電事故 光是11月前鎮區的無預警停電 就影響了將近4000戶 不穩定的供電環境 也讓高雄市議員徐彩珍擔憂 恐怕會對高雄在吸引企業投資上造成影響 據統計高雄去年就停電了超過1000多次 今年同樣頻頻發生無預警的停電事故 而高雄近年力拼產業轉型 供電卻老是出問題 也讓議員擔憂當前的用電環境 恐怕會影響企業的投資意願 高雄其實我們正在力拼產業轉型 未來會有許多的高科技產業會再進入高雄 其實我們都非常的熱觀齊成 但是到底能不能讓各大的企業能夠安心呢 甚至願意長期的投資 是我們非常擔心的一件事情 另外台積電高雄廠目前已經正式動工 但台積電的用電量相當大 專家也擔憂未來一旦政府捨棄核能 台灣是否還有辦法供應足夠綠能 台積電一般來說它是一個國際大廠 有一些它必須要有綠能認證 那綠能認證在這張裡面哪些東西是綠能 那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它的綠能 一般來說歐洲議會會把核能視為綠能 會把太陽能視為綠能 所以呢如果台電呢 如果將來我們的政府把這塊核能拿掉之後 我們是不是有足夠的能力 用這個太陽能來當作綠能認證 這是值得我們去質疑的地方 議員也呼籲台電與政府正式 並改善高雄當前的用電環境 避免頻頻發生停電事故 那我們希望說台電呢能夠去加強這個電網的防護 那除了台電之外我覺得公務局也應該要去盤查說 高雄的老舊線路與台電積極的配合 不應該只是被動的等待的台電的準備 那市府也應該積極的參與 不要再因為任何一個動物啊或者是椅子啊這樣的碰觸 居然就能癱瘓整個市區的電力 我覺得非常的荒謬 高雄近年積極發展高科技產業 但最基礎的電力供應卻頻頻出狀況 究竟要如何改善高雄長久以來的停電問題 也成了相關單位當前的首要課題 記者潘志光 蘇宇文 高雄報道 國民黨黨部主委許福明將在12月底卸任 不少地方人士推薦連任失利的資深議員 童彥珍來接手黨部的主委位置 對此童彥珍表示 如果黨部需要他的話會很樂意服務 也提到不論是誰來接手 重要的是黨中央應該要聆聽地方聲音 也要重視地方 高雄市議長選舉結束 國民黨黨部主委許福明也將在12月29日卸任 有不少地方人士推薦童彥珍為接任人選 童彥珍雖然在議員選舉連任失利 但在擔任黨團總召的時候 對議員情況清楚 而且互動良好 那當擔任市黨部的主委呢 確實溝通協調的能力要很強 同時呢 還要有這個募款的能力 我想這個很重要 因為知道 現在我們國民黨是缺資源的 那當然這是一個非常艱巨的任務 雖然童彥珍還沒有接到黨部的通知 但他表示現在國民黨處於比較困難的時期 若黨內有需要會樂意幫忙 更強調中央和地方的連線很重要 所以我們希望黨部要重視這次市黨部主委的人選 我不是說我一定是最適合 但是如果黨需要我 我很願意來承擔 但是這個責任的承擔 還是要我們跟中央要取得一個很好的聯繫 我們希望往後不管是誰接主委 都希望中央跟地方 中央要了解地方 要深入地方 而且基層的聲音中央一定要聽得到 要重視 這一次議長選舉藍營未能拿下議長位置 童彥珍表示相當錯愕 提到黨部應該對議員要有更多的關注 其實對黨部來說 那個承受力真的是 我們都不能接受 包括我們黨籍議員 每個人都不能接受 我是很痛心 我們真的希望說 國民黨培養的年輕人 在未來都能夠幫助國民黨 打任何一場仗 童彥珍再度強調 黨部應該平常就要重視基層 不要等到臨門一角的時候 受到突如其來的打擊 呼籲目前在議會的議員要團結一致 才能夠一起監督高雄市政 記者鄭光沛 莊舒婷 高雄採訪報導 曾經人擠人的新絕江商圈 現在即使是假日 人潮也零零散散 當地林長陳敏夫就表示 因為人流少了 塗鴉客就多了 新絕江商圈現在已經成為了塗鴉天堂 歇業隱城外牆被塗鴉客給盯上 畫上意義不明的超大英文字母 周圍剛換上新裝的狼柱也難逃一劫 高雄市新絕江商圈已經成為塗鴉天堂 塗鴉的問題其實已經很久了 因為就是我剛剛說的沒有人潮 所以塗鴉客他會看說 這間可能沒有做生意 可能沒有住人 他就塗鴉上去 因為不一定會有人追究 像那邊奧斯卡他前陣子搬走了 那邊就變成網路上說的塗鴉客的天堂 就是大概會亂塗 然後其實這個東西 警方也很積極的去抓 可是抓到的話 屋主如果不提告 或者是商家他不對他做提告 那其實是沒有效果的 不僅四處可見街頭塗鴉 房屋出租的告示牌也是走幾步路就看到 當地里長當選人陳敏夫表示 雖然市府積極推動商圈復蘇 包括鼓勵青年朋友來到這裡創業火化商機 但隨著民眾消費習慣改變 目前的政策尚未能挽救沒落的商權經濟 但是其實實質的效益不高 為什麼 因為就像我剛剛說的 真的就沒有人來 你要怎麼誰會來這裡設店 對不對 然後我覺得市府能夠做的是 改善我們的消費的環境 你看就是他整個店都沒有人的時候 就會有摩托車的亂象 因為外面要收費 所以裡面不用收費 大家亂停就好啦 為什麼要停在外面給人家收費 然後逛街的地板也是 很多是有洞的 那些是我們自己新絕江商圈要處理的 可是我覺得市府應該也要來幫忙處理 陳敏夫也呼籲市府看見商圈整體規劃的需求 從觀光環境的細節著手 包含露宿整理地板鋪設的問題等等 才能提升民眾對新絕江商圈的好感度 就是還有這個露宿的問題啊 你看這樣這一整排都是賣吃的 東西拿出來結果鳥屎都滴下來 原本期待以後能重新啟動商圈經濟 但目前看來因為以後觀光選擇更多了 新絕江商圈的景氣仍然低迷 希望透過整體再造有機會帶動新的商機 記者邱玉婷 關孟如 高雄報導 高雄中游林園廠的廢棄燃燒塔 在26號凌晨突然竄出大量濃煙及火光 環保局稽查後表示將依違反空污法基礎處分 並查核廢棄燃燒塔的操作條件 是否符合使用計劃書 26號凌晨5點多 高雄中游林園廠的廢棄燃燒塔 突然出現明顯火光直竄天際 還伴隨著大量濃煙 彷彿成了一個巨型火把 令人觸目驚心 所幸產生的空氣污染 並沒有對附近住戶造成顯著影響 有關昨日中游林園廠燃燒塔火光事件 其所產生大量黑煙的時間 大約持續40分鐘左右 本局調閱下風處的微型感測器 並無異常高值的情況 環保局稽查後發現 是因為新三清工廠製程出現異常 導致安全連鎖系統啟動 緊急排放管線內的炭氫化合物到廢棄燃燒塔 才會造成明顯火光及黑煙 環保局後續也將依法開罰 後續將依違反空污法32條規定告發處分 並持續查核廢棄燃燒塔 針對中游林園廠今年七度違反空污法 環保局除了祭出罰則 也將加強執行監督改善措施 另外林園廠今年共有七件違反空污法的事件 本局均依照公司場所固定污染源 違反空氣污染防治法 裁罰準則予以計算罰還 總計裁罰325萬元 本局欲請中游加強各項設備與管線的維護保養 及事先預防的檢點作業 避免再發生類似的情勢 本局亦將派員持續加強查核 堂有一場排放將依法辦理 林園廠即使頻頻因違法受罰 事故仍舊不斷發生 不免讓人對於中游的公安把關打上問號 記者潘志光 蘇宇文高雄報導 國際獅子會行善不落人后 有鑑於人武地區人口密集 且有兩大工業區 有大型水箱車的需求 在高雄市政府副秘書長的見證下 捐贈價值650萬元的大型水箱車 希望有助於人武地區的救災防護 保障民眾的財產安全 在溫暖的陽光照耀下 這台嶄新的消防車顯得格外顯眼 這是國際獅子會300D兔區為關懷社費福祉 能力緊密的服務社區精神與人道主義精神 集資捐贈給高雄市消防局第四救災救護大隊的消防車 政府對於這一塊的經費長期有很多的不足的設備 尤其是消防車 那我今年當總監特別呼籲我們的私有共襄盛舉 在人武消防隊內 我們來捐助這一台 MENZU的最新型的消防設備 它是所有救生設備都有在裡面 在眾人的見證下 高雄市副秘書長陳寅秀接受嶄新消防車的鑰匙 陳寅秀感謝私指會照顧人武地區不遺餘力 也藉此機會希望私指會能將服務範圍擴大到高雄市每個角落 照顧更多的民眾 因為我們宰主席裡面私兄私姐 是散佈在我們高雄市38區 那我們希望藉著今天這個機會 我們可以拋磚引玉到每一個區 我們的主席都可以拿出我們的具體的行動 把這個大愛化成小愛 然後在每一個區 每一個社區 每一個禮別 我們都可以感受到國際私指會這樣的愛心 城市安全跟人民安全是大家所在乎的事情 所以平時我們消防弟兄消防隊員們都很辛苦 所以社會各界都很希望說這樣的辛苦 可以發揮社會各界的力量來支持消防弟兄 所以非常感謝我們國際私指會300D2區的所有團隊成員 共同捐贈消防車 彌補這個設備的不足也讓設備可以更精良 這輛擁有10噸單艙雙排座的水箱賓室消防車 價值650萬 私指會李啟宏總監有鑑於人武地區人口密集 且有兩大工業區 對大型水箱車地方有其需求 因此向國際私指會申請專案撥款 及私有會捐獻社福金才得以購買此雙排座水箱車 未來將有助於人武地區救災 保護社區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記者潘志光 高雄報導 高雄市的污水下水道邁入40年高齡 長期受到污水排放物質影響 部分管線已經受損 為了避免路基流失造成路面下陷 高雄市政府也趕緊加速翻修進度 以往年平均翻修5公里來看 今年管線的修繕速度大幅提升 來到了10公里 高雄市污水下水道邁入40年 長期受到污水排放物質影響 部分污水管線受到損害 這樣就可能造成路基流失 導致路面下陷出現天坑的情況 高雄市對於管線安全相當重視 為了防範未燃 水利局採用免開挖的方式 翻修老舊污水管 那有一些部分的污水管線 也有面臨到高齡化的一些現象 那污水管長期在 受到污水排放物質的影響 會導致管內有一些烈化 就是譬如說有漏水啦 一些狀況 還有其他的因素 也會導致污水管線受到損壞 免開挖技術速度快 施工都在地面下完成 完工後的路面依然平整 大幅縮短施工時間 降低交通的影響 高雄市水利局污水醫科股長表示 每年定期清育的長度 至少有50公里 幫管線穿上新衣 讓管線延長壽命至少30年 那規劃的這些老舊污水管線 其實也有安排CCTV去做檢視 針對這些管線內的狀況 去看它的狀態是不是有受損 那一旦有受損的話 我們就會安排所謂的 免開挖工法去做修散 那對於這種老舊管線的話 其實我們的做法就是 把它在寄存的管道內 去幫它所謂的穿新衣 這就是所謂免開挖工法 那這個免開挖工法可以 促使這些既有的老舊管線 它的結構性 耐化學性還有輸水能力 都可以大幅提升 今年的翻修經費高達3億元 以往年平均翻修5公里 今年管線修善的進度 提高達到了10公里 是以往的兩倍 可以看到管線修善的進度 有大幅的提升 記者邱玉婷 莊淑婷 高雄採訪報導 平均地權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近日在立法院出審通過 且將省去朝野協商 力拼盡快在會期內完成三毒 這次修法不但對炒房行為祭出重罰 還新增了針對預售屋及新城屋的 換約轉售規定 讓不少投資客急著趕在法案 上路前拋售手中房產 今年的不動產市場 商用地產雖然持續熱絡 但住宅市場表現卻相對冷清 尤其高雄今年主要行政區的房屋成交量 更是相較去年同期全面下滑 這個是整體環境的關係 地緣政治的風險起義 第二整個物價波動 整個通膨的一個情形 當然還有這個所謂的一個 不動產買賣有關的一些重大的法案措施 那麼所產生的一個因素 當然基本上很多人買房現在是建立在觀望的一個狀態 近日剛在立法院出審通過的平均地權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中 針對炒房行為祭出重罰 不但最高可除五千萬元罰還納入了預售屋及新城屋的限制換約轉售規範 讓不少投資客急著趕在法案上路前拋售手中房產 這次發布以前當然或多或少 當然有一些資金比較不具足的 他沒有辦法接受這個事實的存在 他有可能會先行做所謂的一個節約也好 或者是短時間再做轉售 因為他知道一旦真正實施了之後呢 五年之後不能買賣那一定會造成衝擊 政府出重拳打炒房雖然短期內恐造成房市動盪 但房仲業者也樂觀預估 剛性購屋族可能會因此轉向城屋市場 那麼就房仲業而言 他不見得是一個利空 剛性需求的買方 他可能會直接轉到我們整個城屋市場 所以對房仲業的影響基本上會比較有限 房市降溫之際卻碰上政府出手打炒房 業者預估法案如果上路市場 勢必會需要一段時間的盤整期 屆時銷售量恐怕不樂觀 但高雄本身的基礎建設等力多 還是會對房價帶來一定支撐 記者鄭光佩蘇宇文高雄報導 魏武寅藝術村內擺放了不少的裝置藝術品 供民眾免費觀賞 不過近日卻被發現有部分民眾 會在藝術品上擺放個人物品 尤其其中一個由五把椅子組成的裝置藝術 更被民眾當作是晒衣架和運動器材 誇張行徑令人傻眼 魏武寅藝術村內色彩繽紛 充滿喜氣的裝置藝術品 沒想到看在民眾眼中 居然變成了運動後曬衣服 拉筋骨的絕佳場所 讓藝術村執行長相當無奈 基本上我不覺得她是喜歡那個作品 她完全無視那個作品 所以我會覺得比較難過 就是她也沒有看說明書 那也沒有好好的面對那個藝術品 沒有尊重她 所以我會覺得是比較不舒服的 明明解說牌就放在旁邊大小 甚至快跟藝術品一樣大 但還是有民眾把藝術品當私人器具隨意使用 看在其他民眾眼中也覺得很母湯 應該是貪圖方便 應該是這樣 因為這個有什麼好掛衣服的 隨便都可以過為什麼過來這邊 你仔細看 那告示牌是跟作品快要一樣大了 所以這個部分 不是說我們故意不要告示 五八椅子都是以木頭作為主要材料 民眾把藝術品當運動器材的行為 不但有愛觀瞻 更可能損傷作品 因為這五把椅子呢 它基本上都是木頭相看起來的 它不是鐵 所以你在上面拉的話 它的那個準就會破壞掉 或是那個上面的木板 其實是容易被踩壞的 你又更用拉筋 那一定是的 所以這個是不好的 這個狀態 對這個藝術品本身 事實上是不尊重的嘛 民眾為了一時方便做出的行為 不但可能影響其他人欣賞作品 對於辛苦創作的藝術家來說 恐怕也會造成不小傷害 記者潘志光蘇宇文高雄報導 疫情趨緩後 國內湧入了不少的外國觀光人潮 推動傳統部落觀光的黃崎偉 希望透過在地的深入導覽 讓外國朋友能夠親自走訪高雄的大街小巷 了解高雄特別的飲食文化及信仰 更加強介紹高雄的傳統職人 要讓在地的傳產文化長久保留 一行人搭著豪華客輪暢遊高雄港區 邊吃邊喝邊聽故事 讓旅客開心出遊之中 也了解到高雄的文化歷史 前兩年因為疫情重創觀光產業 無法出國的情況之下 也讓外國人沒辦法到台灣觀光 在疫情趨緩國境開放之後 台灣重新與國際接軌 旗偉想要透過在地導覽 讓遠道而來的外國朋友 實際走訪高雄的大街小巷 更計畫團隊增加專屬的 英文和日文的導覽員 讓來自國外的朋友 也能更加深入的看看 這一個美麗城市 疫情的期間我覺得我是很幸運的 就是因為我做出了一個 非常特別的導覽路線 所以很多的人想要做更深入 在外國的旅遊 就會來找我們 那以後呢 其實大家可以想像 就是我們憋很久了 最近有沒有看到 大家都往日本去 很多的朋友都在日本 那當然國外的旅客也一樣 他們也蠢蠢欲動想要來台灣了 高雄有許多熱門的觀光景點 然而齊瑋更希望能用自己的力量 透過遊城體驗讓參與者 跟當地產生深刻的專屬連結 用更有溫度的方式 讓更多人認識高雄這個地方 保留傳統產業 讓過往的點點滴滴有人繼續喜歡 也能持續傳承到下一個世代 我們會希望就是 把高雄的很多的 有趣的人事物分享給大家 那比如說就是 我們不再是像 去到博厄或者是知名的觀光景點 我們希望呢就是 帶大家去認識老社區的 這些職人或店家 然後讓他們更 對這個地方有感情 因為這些的店家 他會跟你做互動 他會跟你說很多有趣的事情 然後你就會對這個地方產生了感情 然後你就會再次的回來 疫情過後的台灣與世界接軌 透過在地導覽的深入介紹 將傳統的人事物一一凸顯出來 也讓外國旅客親身體驗和了解 這一個因港而生的海洋城市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 日前高雄市鳳山分局五甲派 派出所的原警在巡邏時 發現一名騎機車的男子 看到警察馬上掉轉車頭離去 原警進一步向前攔查 誰知這名已經57歲的阿伯 竟然掉頭跑給警察追 最後阿伯不到幾秒時間 馬上就被警察逮捕 原來阿伯是一名通緝犯 因為心虛才會跑給警察追 日行高雄市鳳山區一名騎車機車的阿伯 看到迅弱原警馬上掉轉車頭離去 原警上前攔查時 阿伯心神不寧 變成原警不注意 拿了自己放在機車踏板上包包 轉身就跑給警察追 當原警呼喊支援警力時 陳男果然轉身拔腿就跑 所幸原警已有戒備 立即追上前並將其壓制 這結果翔也知道 57歲的阿伯 在體力以及速度上 怎麼跑得過訓練有數的警察弟兄們 從圓警身上迷路器也清楚看到 阿伯一身輕裝 從起跑到加速 卻不到10秒 就被全身裝備的圓警搭肩追到 躺在地上的阿伯 也只有直呼 不跑了 原來落跑阿伯是名偽造文書的通緝犯 看到警察自然心虛 加上不敢面對法律的制裁 只好嘗試把握住不到10秒的自由 再乖乖跟著警察 一同前往派出所報到了 記者李佳龍高雄採訪報導 接下來提供給您最新的生活訊息 架頭奏 架頭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高雄台南平东多云气温13-26度 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家疫情或多云气温11-23度 台北基隆桃竹苗应或有雨气温12-19度 伊朗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应或有雨气温10-23度 想掌握最在地的及时讯息除了准时收看港都新闻外 也可以搜寻高雄都会台YouTube频道或FB粉丝团 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咯 以上就是今天的港独新闻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苏语文祝您平安顺心我们下次再会 期待 嗨 嗨 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官方发布讯息 你看这个账号旁边并没有通过认证的绿色 蓝色盾牌 粉丝页也没有官方认证的蓝勾勾 啊我已经加入了怎么办 你先检举并封锁这个假账号 然后赶快更新你的密码 这么严重哦 下次不管是看到 简讯 email 或是网站连结 不要随便点选 对于询问个人资料的信件 要提高警觉 切勿因贪小便宜 点选好康连结 定期检查网络交易记录 及更新网站密码 才不会落入诈骗圈套里面 好康连结别乱点 保护更